各位亲爱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一模块 审计基本原理的第四部分 审计工作底稿的第十三讲 审计工作底稿 这一部分就一讲 审计工作底稿 那审计工作底稿这一讲呢 分为三个考点 包括考点一 审计工作底稿的含义 目的编制要求和性质 这是一个只需要你做简单了解的考点 好考点二 审计工作底稿的格式要素和范围 重点掌握审计工作底稿的要素 审计工作底稿八大要素里面 有一个审计过程记录尤为重要 考点三 审计工作底稿的归档 这是本讲啊最重要的一个考点 重点去掌握 归档期间对工作底稿变动的要求 以及归档后对工作底稿变动的要求 好 看一下本讲的考情分析 本讲属于比较重要的内容 那么考试时本讲内容既可以单独出客观题 那么也经常结合审计工作底稿的实物去出简单题 那么所占分数一般不会太高 大家应该重点把握审计工作底稿的格式要素范围 以及工作底稿的归档 还有变更 那么在近十年当中吧 曾经是在2013年和2017年 这两年考察了审计工作底稿的简答题 那么17年这道简答题呢 也是在我们基础班课程啊 我们本次讲解的最后啊 给大家会展现 好我们看到本讲的考点一 审计工作底稿的含义目的 编制要求和性质 好先看含义啊 什么是工作底稿 你怎么理解这个审计工作底稿 简单的说啊 你看我们前面是不是学过了审计程序 也学过了审计证据啊 那么这个程序证据记在哪呢 其实就是记录在工作底稿上 所以工作底稿 它其实就是证据的一个载体 因为你不记录所获取的证据 别人也不知道你获取了什么证据 就这样去理解啊 审计工作底稿 它是指 注册会计师对制定的审计计划 实施的审计程序 获取的相关审计证据啊 以及得出的审计结论啊 作出的记录啊 对计划程序证据结论 做的记录 记录在哪 记录在工作底稿上 所以审计工作底稿是 审计证据的载体 是注册会计师在 审计过程中形成的 审计工作记录 和获取的资料 那么它形成于审计过程 也反映 整个审计过程 因为它从 审计计划 到做了程序 到获取的证据 到最终 得出的结论 这个相当于不就是 审计过程的一条线吗 对吧 所以它反映整个审计过程 好 可用于啊 质量控制复合 监督事务所 第三方 检查等 那么 事务所内部的质量管理 需要复合相关的工作底稿 那么 事务所外部的 比如说来自 助协啊 来自证监会的检查 那么工作底稿 也可以用于啊 外部的复合 好 看一下 审计工作底稿 通常包括啊 和不包括的内容 那么审计工作底稿 包括的内容 这些都是包括在 工作底稿当中的 业务约定书 就是那份合同 如果说是 审计业务 那就是审计业务约定书 这是在计划 在往前 好 第二 审计计划 包括这个总体审计策略啊 具体审计划 那么如果说涉及到修改的 还有这个修改的痕迹 那我们等讲到 第二部分审计业务流程的 第一个部分 审计计划的时候 会给大家提到 那么制定的计划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可以修改的 好 第三 分析表 核对表和问题 被忘录 第四 往来罕见 比如说寄给银行的 寄给往来供应商客户的 寄给律师的 这些行政罕的回函 往来罕见 声明 比如说管理层声明 我们审计前提条件之一 就是管理层 治理层要认可他们的责任 那么怎么认可 口说无凭 要有书面文件 书面声明 就是这个管理层声明 好 第六 被史尼单位文件记录的摘要 或者说复印件 第七 管理建议书 那么这个管理建议书 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筑块 做的是年报 审计业务 但是在财报审计过程中呢 我发现了一些内控缺陷 于是呢 我就以管理建议书的形式啊 向被史尼单位去提交 你这个内控有什么样的缺陷啊 我建议你怎么改进 那么这就是一份管理建议书啊 但管理建议书其实也可以额外需收费 好 还有内部或者说外部会计要 第九 与第三方的沟通文件啊 比如说 看到企业设计到一些 或有事项了 或说一些未决诉讼了 那么可能 要向第三方相关的监管部门 去进行沟通 好 第十 是错报汇总表 注册会计是会将审计过程中 发现的超过明显微小错报的错报 去建议管理层调整 如果他不调整 那么注快是需要过入到这张未更正 汇总表里面啊 去进行汇总的 好 但是审计工作第一稿 并不能够啊 并不能够代替 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记录 好 下面 审计工作第一稿 不包括的内容啊 上面是包括的 那么不包括的 像草稿的初级的错误的重复的 那你草稿的你最终 会被取代吗 那么草稿的不算在工作第一稿里面啊 然后 初级的 像这种反应不全面 或者说初步思考的这种机构 还有这个错误的 存在硬制错误 或者其他错误而作废的文本 还有一些重复的 一些重复的这种文件记录 那么最终这些草稿的初级的错误的重复的 都会被正确的最新的底稿所取代 所以它不包含在审计工作底稿当中 好下面第二点 审计工作底稿的编制的目的啊 这块编制审计工作底稿主要是实现 以下的八条目的 关于审计工作底稿的目的是出过选择题的 好 那么这个八条目的 理解记忆啊 第一条 提供证据 作为注册会计师 得出实现总体目标结论的基础 我得出这个总体目标结论 依据就是证据 那证据记录在哪呢 记录在工作底稿上 好第二提供证据 证明注册会计师 已经按照审计准则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个规定啊 计划和执行了审计工作 是对什么的记录啊 这次工作底稿 是对注快执行审计工作的记录 正因为工作底稿上 记录了注快做了什么 其实也就证明了 我注册会计师 是按照准则和法规的要求 执行了该执行的工作的 好 然后第三 有助于啊 有助于项目组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 然后第四 有助于负责监督的项目组成员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履行 指导监督与复合审计工作的责任 你看第三点 他讲的是我们项目组内部啊 看着这个工作底稿 方便去计划 方便去执行工作 那么第四点 他也是讲了内部的事 他讲的是内部的复合 正因为有这个工作底稿 那么我内部 比如说 审计经理 是不是就方便复合 这个底稿 比如说高级审计员 是不是就方便去复合 初级审计员的底稿 所以第四点 讲的是内部的复合 那么整个八点中 其实有三条 讲的都是复合 刚刚的第四条 是内部复合 那么还有这个第七条 便于会计师述所 实施质量复合与检查 这个讲的是项目质量复合 项目质量复合 那么项目质量复合 和前面我们说的 项目组内部复合的 区别在哪呢 项目组内部复合 指的是我项目团队 成员之间的复合 而项目质量复合呢 他指的是项目组以外 但是是事务所以内的 这个复合 因为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以后我们讲到这个 质量管理相关准则的时候 会给大家提到 对于所有上市实体的财报审计 我们项目质量复合的 相关准则要求 必须要做项目质量复合 比如说这是一个 上市实体的财报审计 对吧 那么在他出报告之前 就要求项目组以外 事务所以内的 这么一个项目质量复合团队 来对其底稿 主要是看 做出的一些重大判断 得出的一些重大结论 去进行复合 那么这个就是项目质量复合 那么项目质量复合 来复合什么 底稿 当然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就是第二类复合 好 第八点讲的是第三类复合 便于监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协会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要求 对会计师事务所实施职业质量检查 这个指的是事务所以外的复合 比如说这个事务所接受 助协接受证监会的职业质量检查 好 那么肯定是要提交底稿的 所以478建议你放在一起 就方便内部符合 项目质量符合 和来自外部第三方的检查 好 然后第五点 是便于项目组说明其执行审计工作的情况 就是我做了什么嘛 那么都记录在底稿上 然后六 保留对未来审计工作 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这个事项 因为年审 往往呢它是连续的 19年是我审的 20年是我审的 21年还是我审的 是吧 那么有一些可能会对 审计工作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这个事项 我记录在底稿上 比如说记录在2020年的底稿上 当我接受21年财报审计的时候 那么我可以通过看2020年就去年的工作底稿 获取对这个事项的了解 对吧 好 这就是审计工作底稿的八点作用啊 那你规规类 其实包含说提供证据 这个证据是住凯得出结论的基础 这个证据证明住凯按照相关准则法规 做了该做的工作 然后呢有助于做计划 有助于执行工作 还是方便三类复合 还有记录已执行的工作 还有记录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就这些啊 好 我们看一看2020年的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目的的是 考察了就是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的那个八项 那个目的 对吧 A 有助于项目组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 有吧 计划执行 我当时还圈起来的啊 正确 好 B 有助于为涉及诉讼的被审计单位提供证据 你说我工作底稿 是为我受所所用 对吧 那你为被审计单位去提供证据干嘛 有诉讼那是被审计单位的事情 我工作 编工作底稿 不是为被审计单位服务的啊 所以这个 B 不对 好 C 便于监管机构对会计师事务所实施职业质量检查 这是来自第三方的检查 对的 对吧 好 然后D 便于项目组说明执行审计工作的情况 因为你执行了什么工作 那么记录在工作底稿上嘛 没问题 好 所以不属于不属于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目的的就应该选择B 好 我们看2016年的多选题啊 下列各项中属于注册会计时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目的的有 A 有助于审计项目组 你看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 跟上一道题目一模一样的表述吧 对吧 正确 好 B 便于后任注冠 查阅 其实 它涉及到点 和上到考题也是一样的 这个工作底稿啊 是我们事务所的资产 对吧 我不是用来给他背试的单位 还给后任去服务的 所以B的说法他也不正确 你说啊 我编底稿的时候我就指望着 我要成为前任的时候啊 我这个底稿还要给后任看看 你哪这么大公无私呀 是不是 所以B的表述不正确 好 C 便于监管机构 对 会计事务所实施 职业质量检查 对的吧 这是来自外部的 第三方的一个检查 好 然后D 保留对 未来审计工作啊 连续产生 重大影响的事项的记录 也对的啊 所以 属于筑块编制 审计工作底稿目的的 那就选 A C D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 审计工作底稿的 编制要求 但是呢 也不是傻子啊 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看了你工作底稿之后 能够了解以下的三点 包括 一 按照审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啊 实施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然后第二 实施审计程序的结果和获取的审计证据 第三 审计中遇到的重大事项和得出的结论 以及在得出结论时 做出的重大职业判断 好 再来一遍 这是一份好的工作底稿 编出来之后 要能使一个没有接触这个审计工作 但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看完底稿 了解 你筑块按准则和法规做了哪些程序 获得了什么证据 得出了什么 结果 还有呢 审计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重大事项 得出的结论 还要做出的重大职业判断 都要通过阅读底稿 能够获取啊 能够了解 好 那么这个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前面也说了 你不能说 一个傻子看完你的底稿啊 我还要了解这三块 所以他也是 有要求的啊 那就是要是一个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那么什么叫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呢 是指对下列方面啊 有合理了解的 人士 就这个人要懂审计过程 审计过程是什么 这是我们在第六讲给大家讲的 先有一个接客环节 初步业务活动 然后做审计计划 对吧 总体审计策略和具体审计划 然后呢 去进行风险评估 然后风险应对啊 然后再完成审计工作 初具审计报告 啊 所以有经验的人 专业人士啊 先要懂审计过程 然后还要懂什么 审计准则 和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 还要了解 被审计单位啊 所处的 被审计单位 所处的这个经营的 环境 啊 还要与 被审计单位 所处行业相关的会计和审计 问题 哎 这个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只要懂审计过程 懂准则 懂法规 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环境 了解被审计单位相关行业的 会计审计问题 并没有说 这个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一定要在事务所从业吧 对吧 没有说的啊 好 曾经很早之前啊 2009年 就考察过这个 有经验专业人士的含义啊 考的 比较偏 看一下这道多选题 编制的审计工作底稿 应当使 未曾接触 该项审计工作的 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清楚了解 审计程序 审计证据 和重大审计结论 那么下列条件中 有经验专业人士 应当具备的有 A 了解相关的法规 和审计准则的规定 有的吧 B 在会计师事务所 长期从事审计工作 刚刚的要求里面 没有这条 对不对啊 所以B就不对啊 容易错选B的 好 C 了解与备审计单位 所处行业 相关的会计 审计问题 有的 D 了解 住会的审计过程 刚刚第一点嘛 对的 所以这道题目 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应当具备 A C D 是不是让你感觉 有点偏啊 以前的住会考试 真的就是这样啊 特别是在 10年以前 10年以前是 老五门嘛 啊 就是那个时候 没有公司战略 就五科 也没有综合阶段 那么五科 他的难度 比现在的六加一 还要难很多 啊 像这种 鸡脚嘎啦啦 这种题目 他会出 那么现在呢 也会有 但是呢 概率已经比较低了 就这样 相对来说 很偏的题目 已经不怎么喜欢考察了 所以呢 大家也不用特别去纠结这样的题目 有的时候啊 你因为这样的题目 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呢 也不好 所以啊 有的时候大家放轻松一点啊 好 那么这道题目 ACD 好吧 有些片啊 好 我们继续看 审计工作底稿的这个性质啊 审计工作底稿的存在形式啊 那么审计工作底稿 可以以纸质最常见的啊 电子啊 比如说那种 Excel表啊 PDF文件啊 或者说一些其他介质形式啊 存在 好 下面第二点 审计工作底稿的保存 那么以电子或者说其他介质 形式存在的审计工作底稿 可以通过打印转换转换成纸质 底稿并一期归档 同时呢 单独保存这些电子或其他介质形式存在的审计工作底稿 比如说 比如说我审计营业收入 这个报表项目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份很重要的一个合同啊 于是呢 当时我就把这份合同扫描下来了 并且呢放到了系统里面啊 现在像国际四大 他们是实现了我们审计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系统化 从一开始的接客 初步业务活动 到做审计计划 到风险评估 还有风险应对里面的控测试啊 实应程序 包括完成审计工作 出去审计报告 整个审计业务流程 对应的这个工作底稿 全部实现了这个系统化啊 你打开他们的那个系统 都可以看到这个流程 包括啊 我们做的具体的这个程序啊 比如说 我对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我去执行程序 那么在这个工作底稿当中呢 我就付了这么一个PDF 重要合同的这么一个扫描件 这个其实就是电子形式存在的工作底稿 对吧 那么这份电子形式的工作底稿 那么当然 我可以打印出来 因为很重要嘛 我觉得这个项目经历以后复合的时候 看电子版 不方便 对吧 于是呢 我就打印出这个纸质工作底稿啊 另行归档了 可以吧 可以 但是呢 不是说你打印出这个纸质的啊 你这个PDF 这个电子就要删除 不是的 你还是要单独保存 这些电子形式存在的工作底稿 理解了吧 好 然后第三 针对审计工作底稿设计和实施的控制 那么包括 有以下这些控制 无论是工作底稿 以哪种形式存在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针对工作底稿 去实施适当的控制 那么主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啊 包括 这么四点 第一 使审计工作底稿 能够清晰的显示 生存修改 及复合的时间和人员 所以这一份工作底稿上 它会 清晰的展示说 这是谁编的 什么时候编的 谁修改的 什么时候修改的 谁复合的 什么时候复合的 特别是 如果说你这个底稿啊 是在系统里面 那么它是系统自动记录的 它能具体到每分每秒 对吧 好 然后第二 在审计业务的所有阶段 尤其是在项目组成员共享信息 或者通过互联网啊 将信息传递给其他人员时 要保护信息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不要乱传 审计工作底稿 你像实现系统化 就比较好 啊 我们想要看这个底稿 那么授权 给你登录这个系统的权限 你就可以在线看这些底稿 是吧 那么有些这个 呃 像QQ微信这样的平台去传输底稿的话 其实你这个底稿安全性是不被保护的 在他QQ微信的这个后台肯定是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底稿的 关键是他们看还是不看 对吧 包括你用什么QQ邮箱啊 163邮箱其实都是有风险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传输底稿啊 你要么就是直接通过你公司的邮箱 或者可以直接用那个加密的U盘 啊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用不用这个U盘 对吧 像以前这个金老是刚去这个事务所的 我们呃 事务所是给我们发了一项固定资产的 就是一个Kingstone的这个U盘啊 这个Kingstone的这个U盘呢 当时我们拿到啊 我们的这个同事了 就比我们先来的这个同事啊 就对我们这些new fish啊 就特别交代 说哎 这个U盘一定不能掉啊 就是你离职的时候 你死也要见识 就是坏了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丢 就丢了 你可能还要赔偿一笔不菲的金额啊 对于这个刚入住的小朋友 这个金额还挺多的啊 所以当时拿到这个U盘之后呢 金老师就下了没有用啊 没有敢用啊 一直把它送 就锁在我那个lock里面啊 那么这个U盘 其实提供给我们 就是给我们考底稿用的 而且是加密的 就是万一说你这个U盘掉了 人家也打不开 因为它是要输入密码 所以对于这个工作底稿 完整性和安全性呢 这种保护吧 这个事务所还是非常重视的啊 好 然后第三 防止未经授权去改动 实际工作底稿 你要去改工作底稿 都是要授权的 只有有权限的人啊 才能有修改工作底稿的权限 好 然后第四 允许项祖和其他经授权的人员 为适当履行职责 而接触审计工作底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本讲的考点啊 审计工作底稿的格式要素和范围 好 第一点 确定审计工作底稿的格式要素和范围时啊 应该考虑的因素 也就是说以下的七点 是影响审计工作底稿 格式要素和范围的因素 或者你这么理解 注册会计师在编制审计工作底稿时 这七点都要去关注 包括第一 被审计单位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那么当然 这个被审计单位的规模越大越复杂嘛 我这个工作底稿肯定要编制的越详尽 好 然后第二 你实施审计程序的性质 我工作底稿就是程序和证据的载体 那么你这个程序到底是监盘还是寒证 你这个底稿你肯定是长得不一样的 好 然后第三 识别的重大错号风险 我底稿是证据的载体 那么筑块诗程序获取证据 是不是又是为了应对这个重大错号风险啊 所以重大错号风险它会影响底稿嘛 好 第四 以获取审计证据的重要程度 因为工作底稿是证据的载体 那么越重要的证据 我可能在记录上面就会越详尽 好 第五 识别出的例外事项的性质和范围 对一些例外事项 我在工作底稿会做一些详尽的一些描述 好 第六 当从已执行审计工作 或者获取啊 审计证据的记录中 不易确定结论或者说结论基础时啊 记录这个结论 或者结论基础的一个必要性 什么意思 我们在讲工作底稿的这个目的的时候 有讲过一条 说这个工作底稿便于记录这个证据 然后得出这个结论对吧 那么如果说啊 我感觉这个结论不是那么容易得出来 那么你在工作底稿上 反而要更加详细的去记录 你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 你得出结论这个基础是什么 好 还有第七 审计方法和使用的工具 比如说上一部分我们刚学了审计抽样方法 你用的到底是传统面料抽样 还是货币单元抽样 你有没有用这种计算机辅助审计啊 一些具体的审计技术审计方法 那你要在工作底稿中记录 好 下面第二点 审计工作底稿的要素 那么通常注册会计师的这个工作底稿啊 它包括下列全部或者部分要素 所有的八项 那么如果这个工作底稿不适用 那么这一项也可以没有啊 好 包括有啊 是一个工作底稿的标题 审计过程记录 审计结论 审计标识及其说明 索引号及编号 编制者的姓名 及编制日期 复合者的姓名及复合日期 还有啊 其他应该说明的一些事项 好 那么看着这个八大要素啊 纯去念没什么感觉 我们呢 直接用一份管理费用截止测试的工作底稿 我们来找一找啊 这个八大要素 好 给大家粘贴的是直接来自我们管理费用截止是测试啊 这个工作底稿啊 实物的一个工作底稿 直接给大家复制粘贴了 Excel 表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份底稿啊 我们简单的 嗯 过一下 您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啊 是叫审计工作底稿的标题 那么标题包括您看 备审计单位 叫奥迪特股份有限公司 对吧 像项目 管理费用 截止性测试表 还有曹报表 截止日期 就是2021年度啊 就这一块 其实大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 这是什么 这是标题 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标题 好 下面第二点 第二点是审计的过程记录 整个其实都是过程记录 所以你需要了解一下 这个过程记录在记录什么 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 管理费用截止测试的这么一个底稿 那么管理费用截止测试 是怎么去做呢 其实就是抽 资产负债表日啊 前后若干天的这个管理费用 对吧 从明系费用截止测试 从明系费用截止测试 因为2021年12月底的那些费用 荣业推后到2022年去确认 而2022年1月份的那些费用 荣业提前到2021年去记录 都是跨期的问题 所以祝快就专挑资产负债表日 前后若干天管理费用相关的记账 凭证和原始凭证进行核对 看费用有没有存在跨期 这就是整个管理费用截止测试的过程记录 清楚了吧 好 第三点叫审计结论 那么祝快做了这个截止测试 这个程序之后 你看他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经检查 被史以单位的管理费用 未发现跨欠线 那么他是怎么通过这个过程记录 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你看一下他抽了什么 资产负债表日前 他是看了前十天的 对吧 21号到31号挑了有无比 你看2021年12月21号 有比记账凭证编号是记0059的 那么内容是律师费 总金额是94000多 那么这是账上记的 记到2021年12月21号 他肯定是去追到相关原始凭证了 证明这笔费用啊 确确实实应该记到2021年的12月 没有跨期对吧 所以这里是否跨期就是否 那么同样的逻辑 他看了12月22号的一个3C的认证费 好 对到原始凭证 那么应该证明也应该记到12月 那么相同的思路 可能12月 资产负债表日前十天的这些 原始凭证对到 账上对到原始凭证啊 发现没有跨期 好 那么2022年 1月份 他是看了日后的11天 看到1月11号对吧 1月6号的 1月6号 对了一笔工资 然后1月7号 7号有一笔网民的费用的一个报销 对吧 总之 核对原始凭证 核对记账凭证 也没有存在跨期 所以是否存在跨期 没有 那么最终得出结论 被审计单位的管理费用 未发现跨期现象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这是刚刚要素里面的啊 第二点是你过程记录和第三点是你结论 好 然后第四点 是审计的标识及其说明 标识其实就是这个对 还有差 这些都是标识 你看是否跨期 是还是否 那么这个对 勾 差 这些 就都是标识 好 第五 索引号及编号 索引号就这个 6330-2 那么这个索引号其实什么作用 便于归档 比如说这个6330 它可以就是代表着管理费用这个项目 然后-2 -2的意思呢 它可能就是指的这个截止测试 反正这个编号 每个事务所可能有不一样的规定 像内资所的话 它就比较喜欢用这种数字 那么外资所呢 它这个编号可能还会带点英文啊 比如说我应收账款函证 可能发了有30份寻证函 那我寻证函回函 就发函之前了 发函之前我就要把这个 索引号我要编好 比如说编程啊 AR-C-1 AR-C-2 就这样一直排下去 AR-C-1 应收账款 对吧 C-confirmation -1 第一分 -2 第二分 一直 -30 第三十分 就这样子编号也可以 更加的清晰明亮啊 你知道这个底稿到底是什么 好 这就是索引号啊 方便实际工作底稿的归档 接下来 第六点 编制者的姓名及编制日期 第七点 复合者的姓名及复合日期 编制人某某某 日期是在2022年2月5号编的 复合人某某某啊 是在2022年2月10号去复合的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其他说明事项 那么这个底稿里面没有 那就不用填了 所以通过一个底稿 去认识这个八大要素 是不是更加清晰明了一些啊 好 我们具体看一下啊 那么第一点 审计工作底稿的标题 每张审计工作底稿 应当包括被审议单位的名称 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啊 有限责任公司啊 然后审计项目的名称 比如说2021年曹报表 审计啊 以及资产负债表日 或底稿涵盖的快期间 就如果说你审计的是 资产负债表项目 那么我们关注的是十点数 你可以写上2021年12月31号 那么如果说你审计的是利润表项目 我们关注的是 期间你就会写个2021年度就可以了 像刚刚的这个管理费用 对吧 我们在这里写的是 2021年度 如果你审计是固定资产 那么这边你会写2021年的12月31号 好 下面审计过程记录啊 这个最为重要 刚刚我们通过阅读 管理费用 截止测试的这张工作 底稿了解了整个截止测试程序的过程 那么具体这个过程 记录呢 它其实有包含三方面内容的 具体事项识别特征啊 重大事项相关职业判断啊 还有针对重大事项如何处理矛盾不一致的情况 就这个三大块 大家都要逐一的去理解 好你先把这个三块啊 这个表述你先记住啊 那么在审计过程记录中 应当特别注意以下的三个方面 包括第一 名字叫具体项目或者事项的识别特征 重点掌握这个识别特征 第二 重大事项及相关重大的职业判断 啊 遇到了什么样的重大事项 做出了怎样的重大职业判断 好还有第三 针对重大事项如何处理矛盾或者说不一致的情况 好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是具体项目或者事项的识别特征 那么什么是这个识别特征啊 重点掌握 识别特征是指被测试的项目或事项 表现出来的真相或者说特征 识别特征应审计程序的性质和所测试的项目或者说事项 不同而不同 那么对某一个具体项目或者说事项而言 其识别特征通常就具有唯一性 所以识别特征最重要的特点是唯一性 那么这种特性可以使其他人员啊 根据识别特征在总体中识别该项目或事项 并重新执行该测试 所以你想想你自己你有什么识别特征啊 你千万别说我很帅 帅不能成为你的识别特征 为什么呢 因为帅的人很多 对吧 这个识别特征一定要使你独一无二的 说到这个识别特征 马上立刻联系到的是你 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就是你的识别特征 所以在审计当中啊 这个识别特征必须要跟这个项目事项 要能够唯一匹配 那么使得什么呢 比如说我这个A注块啊 我选了这个事项 那我B注块根据这个识别特征 我要马上也找到这个项目 比如说我A注块 我对发票进行抽屏 我说我看了一百张发票 那么我这个B 根据这个识别特征 要立刻马上也找到这个一百张发票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这个识别特征可以是什么呢 发票号呀 对吧 对应着这一百张发票的发票号 是不是能够立刻马上找到这个一百张发票啊 好 我们关注一下关于识别特征的五个例子 就是不同的事项项目 注册会计师会如何选择这个具有唯一性的这么一个识别特征 好 第一种情况 在对被审计单位生成的订购单啊 订购单进行细节测试时 注册会计师可以是以订购单的日期和期 唯一编号啊 作为测试订购单的识别特征 其实唯一编号就已经够了 但是有的时候呢 他这个编号会加上日期啊 比如说2021年10月8号的001号 理解吗 他可能这个编号 他前面本身就是日期啊 日期他可能就是这个编号的组成元素 也是可能的啊 反正就是唯一编号 就会成为啊 我们这个订购单的识别特征 好 然后第二 对于需要选取和复合 既定总体内一定金额以上的 所有项目的审计程序 注册会计师可能会以 实施审计程序的范围 作为识别特征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要对应收账款进行含证 我说10万元以上的应收账款 全部进行含证 那么这个10万元以上 这个作为一个识别特征 我是不是马上可以把满足条件的 这个应收账款余额全部找出来 对吧 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 我们再看看复杂一点的啊 也是用这个多少金额以上 用这个范围啊 来作为识别特征的 例如 银行存款日记账 一定金额以上的 所有会计分落 我去进行大额商量测试 好 因为这里有一个大额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多少范围以上 那么什么叫商项测试呢 这个程序 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你看我们针对银行存款的余额 注册会计师呢是可以通过向银行发巡证函来证明的 对吧 但是对于这个交易额 我怎么做程序呢 那注款用的就是大额双向测试 那么双向它指的是从企业的日记账 追到银行的对账单 这是一个方向 你看这个方向 日记账是账嘛 到对账单 对账单是原始凭证 所以这个方向它其实是逆查 我们说一逆查 查的是 发生存在 对吧 所以这个方向 它是针对日记账上的交易 做的是不是 真实 那么也要从对账单追到日记账 那么对账单相当于是原始凭证 日记账是账 所以这个是顺查 那么顺查查的就应该是完整性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先来看顺查 为什么注快要从对账单出发 来看交易有没有权进呢 因为企业有可能做一件什么事情啊 比如说 他把这个账户 出租或出借给别人用 理解吗 给人家用去洗钱 这是一个不符合法的行为 那么既然它不合法的行为啊 我把账户给我的交易对手 今天帮他进来一千万 明天就一千万就出去了 最后不会影响余额 这一笔通过寒证是寒不出来的 但是因为有钱进来 有钱出去 对账单上肯定会显示 对不对 但是呢 我的日记账 因为这不合法的交易嘛 肯定不会借 所以我就专门从对账单出发 看看有没有这种一进一出 对账单上实际有 但是日记账上没有借漏记的交易 还有可能呢 比如说我这个大股东想占用资金 哎 现在股市行情比较好啊 我先从企业挪用个一千万 然后知道年底啊 你这个筑块要来进行审计 要发银行巡证函了 我再把这一千万还回去 对不对 所以当大股东挪用这一千万的时候 也是不合法的行为嘛 那么日记账上肯定也不会借 但是这个对账单大股东挪用资金 资金出去 还资金 资金进来都会显示出来 所以从对账单 对到日记账 主要是查那些不合法或不合规的一些交易 对账单上演示不了 但是日记账上没有做到这种行为 对吧 所以这叫顺查 查交易的完整性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逆查 从日记账追到追账单 这个查的是发生存在 就查的是什么 日记账里面寄了一些货币资金的交易 实际上呢 追到追到那发现没有 对吧 那是原始凭证嘛 那么企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他不可能去趋增货币资金的 主要是这个银行存款 因为总卫可以通过韩正韩出来嘛 那他干嘛还要去虚构这些交易呢 他进进出出有什么意思呢 你说这个资金啊 他没有进来也没有出去 我就自己造两笔交易啊 有一个亿的资金进来 有一个亿的资金出去 最后没有影响余额 企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很简单 叫虚假繁荣 什么意思啊 我企业如果一直没有资金的流水 给你财报使用者的感觉 就是这个企业此气沉沉的 现金流量表是不是也不好看啊 我现在人为去造一些资金的流入流出 虽然最终没有影响货币资金总的这个余额 但是报表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好看一点 流动性强一点 比较虚假繁荣 所以呢 针对我们货币资金啊 主要是这个银行存款了 银行存款这块 我们就需要做大额胜量测试 既需要从日记账查到对账单 去查交易的真实性 也需要从对账单追导日记账去查交易 是不是完整的记录到了日记账 那么也不是说每一笔银行存款的交易都要去核对 否则这么多笔 不是要查的类似了 我们是查一定金额以上 比如说十万元以上 或者说五十万元以上 我从企业的日记账 对到对账单 从对账单追到日记账 那么这个五十万以上 这就叫大额 那么五十万以上 指的也是实施审计程序的范围 那么这个也可以作为识别特征啊 好 下面第三 对于需要系统化抽样的审计程序啊 那么注册会计师可能会通过记录样本的来源 抽样的起点啊 及抽样的间隔来识别 以选取的样本啊 例如若被审计单位啊 对发运单顺序编号 那么测试的发运单的识别特征 可以是对4月1日至9月30日的发运记录 然后从第12345号发运单开始 每隔125号系统抽取发运单 所以如果说是系统抽样的话 这个识别特征一定要固定什么 来源抽样的起点还有间隔 一个都不能少 因为只有固定好来源 来源其实是总体嘛 对吧 然后以这个为起点 隔这么多间隔去抽 固定好这些 那么你抽出来的样本才是固定的 你看到这个举的一个例子啊 我先定义总体是4月1号到9月30号的发运记录 对吧 这是叫来源啊 这块是来源 然后呢 从第12345号 这块就是起点 然后每隔125号我就抽一个 这就是间隔 好下面 第四点 对于需要询问被审计单位中特定人员的这个审计程序 那么注册会计师可能会以询问的时间被询问人的姓名及职位作为识别特征 就是询问也就是说我要根据这个识别特征啊就确定好 我问的就是张三而不是李斯 所以呢 询问的时间被询问人的姓名还有职位 我在什么时候问了职集叫什么名字的人 对吧 就固定出事问的是这个人啊 好 那么同样的对于这个观察程序啊 观察程序 那么注册会计师可以以啊可以以观察的这个对象 或者是观察的过程观察的地点人员啊 还有各自的这个责任啊和时间作为识别特征啊 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观察到啊 一个叫什么名字啊 人或者说是吗 好 我们看一道呃 单选题啊 就考察了就是这个识别特征 B住的会计师负责对乙公司2021年度的潮报表进行审计 根据审计准则的规定啊 在记录实施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和范围时 应当记录测试的特定项目啊 或者事项的识别特征 那么在记录识别特征时下列做法正确的是 A对乙公司生成订购单啊 订购单进行测试 将供货商 供货商啊 作为主要识别特征 那不对 因为供货商对应的订购单 有好多好多笔啊 不具有唯一性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A不对 订购单的话 应该用订购单的唯一编号 作为识别特征 好 B对需要选取 既定总体内 一定金额以上的所有项目进行测试 多少金额以上 这是审计程序的范围啊 将该金额以上的所有项目 作为主要识别特征 这个是可以的 我们用的例子就是那个 打上将测试啊 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所以B是对的 好 C对应用系统抽样的实际程序 将样本的来源 来源作为主要识别特征 太少了 有来源 起点 还有间隔 固定这个三项 才能作为识别特征啊 好 D对询问程序 将询问的时间 作为识别特征 也太少了 询问的时间 还有询问人的姓名和职节 对吧 好 所以下列做法 正确的 那就应该选择B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审计过程记录里面的第二点啊 叫重大事项 重大事项 及相关重大的职业判断 好 那么什么叫重大事项呢 先理解这个重大事项的 这个含义啊 那么重大事项 包括什么 D D 是引起 特别风险的事项 好 特别风险又是什么 这个我们会在第二模块 审计业务流程里面 第二个部分 风险评估 最后一讲 识别评估重大错号风险 给大家解释 特别风险的这个概念 就是需要注册会计师 特别考虑的重大错号风险 那么它来自于一些 非常规交易和判断事项 好 然后第二 实施审计程序的结果 那么该结果表明 财务信息可能存在 重大错报 或者需要修正 以前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和针对这些风险 你采取的应对措施 也就是说通过做程序 发现什么 发现可能有重大错报 发现这个领域的风险比较高 这个就叫 涉及到有重大事项 好 然后第三 导致注冠难以实施 必要审计程序的情形 就是涉及到审计范围受限了 好 然后第四 导致出具 非无保留意见 或者 带强调事项段 与持续经营相关 重大不确定性 等段落的 审计报告的事项 好 导致出具 非无保留意见 包括保留否定 和无法表示意见 或者呢 加上 强调事项段 其他事项段 还有与持续经营相关 重大不确定 这些段落的事项 都叫重大事项 好 我们捋一捋 哪些叫重大事项 导致特别风险的 做了程序表明 可能有重大错报的 还有呢 导致审计范围受限的 导致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或者是加了 什么强调事项段 与持续经营相关 重大不确定性 这些段落的 就是使整个 审计报告不太干净的 那么这些都是重大事项 好 这是我们审计过程 记录里面的 重大事项 及相关重大职业判断 那么重点掌握 重大事项的这个含义 好 第三点 是针对重大事项 如何处理矛盾 或不一致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涉及到 某个领域风险比较高 比如说 这个营业收入 该不该确认的这个问题 我项目组成员 比如项目经理 项目合伙人 他们的意见不一致 项目合伙人觉得可以确认 项目经理觉得不应该确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去处理这个矛盾 比如说我向内部专家 技术团队进行咨询 那么你这个咨询的 整个过程结果 是不是应该在 工作底稿中加以记录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如果识别出的信息 与针对某重大事项 得出的最终结论 相矛盾 或者说不一致 那么注册会计是 应当记录 应当记录 形成最终结论时 如何处理 该矛盾 或者说不一致的一个情况 好 上述情况包括 但不限于 第一 注册会计是针对该信息 执行的实际程序 比如说关于收入确认的问题 你项目经理觉得收入 该不该确认 那么你为此执行了什么程序 证明不该确认的 就类似这种 好 还有第二 项目组成员对某事项职业判断不同 而向专门技术部门的咨询情况 比如说你向事务所内部的 技术团队进行咨询的情况 进行记录 好 第三 项目组成员和被咨询人员 不同意见的一个解决情况 比如说这个被咨询人员 他到底是觉得收入该确认还是不确认 比如说跟项目组团队之间 是有意见分歧 那么最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 对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或者不一致的记录 要求并不意味着 注册会计师需要保留 不正确的 或者说被取代的工作提告 好 下面第三个要素是审计结论 刚刚我们也看过那个结论了 就是我接着测试 下来得出的结论是 管理费用没有存在跨期 对吧 那么在记录审计结论时 需要注意 在审计工作底稿中啊 记录的审计程序和审计证据 是否足以支持 所得出的审计结论 好 第四点是审计的标识啊 机器说明啊 就是那个对啊 差距图例 比如说以前我们那个 加总啊 我们会用这么一个记号 对啊 就是一些小的一些记号啊 那么我们要了解说 这种小记号的含义 并且呢 我们前后保持一致 好 索引号及编号 就是那个工作底稿归档的 这个索引号编号 好 六跟七我们合并了 就是编制人员和复合人员 还有执行的一个日期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说明事项 有就写一下 没有就结束 好 这就是我给大家解释的 实际工作底稿的八大要素 好 那么在记录 以实施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时啊 那么注册会计是应当去记录 第一 测试的 这个具体项目 测试的具体项目 或者这个事项的识别特征 比如说 我对管理费用 进行抽样 就核对这个发票 去检查发票 这个原始凭证 对不对 那么这个发票的识别特征是什么 我发票后 那你要记录这个识别特征 否则 我后面复合的人 我也不知道你看了哪些发票 对吧 好 然后第二 审计工作的执行人员 即完成啊 该项 审计工作的日期 好 然后第三 审计工作的复合人员 还有复合的日期啊 和范围 好 那么在 需要啊 在需要项目质量复合的情况下 还需要去注明啊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及这个复合的日期 好 通常 那么需要在 每一张审计工作底稿上 注明执行审计工作的人员啊 和复合人员 然后完成该项审计工作的日期 以及完成复合的日期 那么在15当中 如果说若干页审计工作底稿 记录同一性质的具体审计程序和事项 并且编制在同一个所影号中 就是一个工作底稿有多少页 那么此时 可以仅在审计工作底稿的第一页啊 就是一个工作底稿有好多页 那也不需要说每一页 我都要去记录 谁编的 谁复合的时间 就第一页上 记录 审计工作的执行人员啊 和复合人员啊 并注明日期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2020年的单选题 下列各项因素中 注的会计是啊 在确定审计工作底稿的要素和范围时啊 无需考虑的是 这道题目涉及到考点 是注快在确定工作底稿时要考虑的要素 A 审计程序的范围 A在刚刚讲要素的时候啊 没有讲到有审计程序范围这块 对吧 审计程序的范围 这个是 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哪里提到的 我们本节课就讲过 那个识别特征 啊 审计程序的范围 可以作为识别特征 就多少金额以上 但你往前翻反 它并不是影响审计工作底稿要素的那个因素啊 所以A不对 好 B 以获取审计证据的重要程度 对的 因为底稿是证据的一个载体啊 好 然后C 识别出的 例外事项的性质 对的 因为工作底稿要去记录啊 例外事项 好 然后 D啊 审计方法也会影响工作底稿 所以通常 无需考虑的 哎 那么就应该选择 A 好 接下来多选题 下列有关审计工作底稿的格式 要素和范围的描述中啊 恰当的 有 A 通常来说 对大型被审计单位 进行审计形成的审计工作底稿 通常呢 比对小型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形成的工作底稿要多 对对吧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被审计单位的规模 它是影响审计工作底稿格式的一个要素嘛 是不是 所以A是正确的 好 B 在审计过程中 由于审计啊 使用的工具不同 会导致审计工作底稿的格式要素和范围有所不同 最后一点 审计的方法和工具是不是影响审计工作底稿格式要素范围的因素啊 所以B也是对的 好 然后C 识别和评估的重大挫暴风险水平不同 可能会导致实际工作底稿的格式要素范围不同啊 重大挫暴风险也是影响因素 对的 好 然后D 针对 同一目标 获取了不同的审计证据 那么注册会计师可能区分啊 可能区分 其重要程度啊 进行 有选择性的 记录 可以吧 证据越重要嘛 记录越详细 所以根据这个重要程度有选择的去记录 所以恰当的A B C D